腾讯一线报道作者,上分采访,古梦英十月二十六日,影片《牛油果》的春天,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英坏之旅》中展映,以往幻异性感打星形象世人的女演员林鹏在片中出印一名性格复杂的母亲角色。 这是她首次出演文艺片,影片中,林鹏饰演的和梅英素面世人,作为一个特别的母亲,其骨子里既有淫然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坚怨刚毅的一面,其复杂程度与林鹏此前饰演过角色不同,如何把握好和梅英身上多层次的性格变化,对林鹏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与电影一同亮相此次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展映》后, 林鹏接受了一线的专榜,她表示,尽管之前从未触碰过这类角色,但看到这个人物之后,就被这个角色吸引了,初看剧本很打出版上桩就有信心了腾讯一线,这是你第一次主演文艺片,是怎样的契机? 林鹏,当时就是找来的剧本,我一看这个题材,其实最开始挺打出的,因为这个角色的感觉是我以前不太干常似的,因为离物还情缘的,但当我第一次看完剧本之后,我觉得这个和梅英真的太有戏了,腾讯一线,角色哪里吸引你? 林鹏,因为这个人物内心的层次非常的多,全部都是内心戏,他经历过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的表演上会有一定的提升,我也挺想在现在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演技。 所以觉得,定居是一下这个角色,腾讯一线,有过犹豫吗?林鹏,会硬犹豫,因为我怕自己演不好,这样的角色挺难演的。 导演也说,第一眼线觉得,我跟和梅英的距离还是挺远的,那天见完之后,我就去设了一个妆,把造型扮上。 在回来时,导演看到我时就说,哇,这就是我要的和梅英,所以当时给我信心还挺大的,因为一般上那个造型,就觉得自己一下子感受到了角色,我就是那个角色,腾讯一线,剧中你是素面朝天,看到装后的自己是硬吗? 林鹏,基本从头扮丑到尾,我不太在意这块,我不是那种特别怕自己扮丑的,但当然第一次扮丑那样,还是有一点不适应,就觉得怎么这么黑,脸上这么多般,演员这个职业可以扮好看,也可以扮丑。 这对演员是好事,证明演员的塑造能力比较强,腾讯一线,你还没有做母亲,跟孩子对戏会觉得困难吗? 林鹏,是,我没有做过母亲,还没办法去体会一个,真正母亲应该对孩子是怎样的,但恰巧在这个戏里面是这样的状况,和梅英跟她老公结婚,一直没有孩子,她也没有担过母亲。 后来大宝出现,她的父母因一次车祸去世,这个孩子就竟然在她这了,所以她是从不懂得怎么去做母亲,到慢慢慢慢跟孩子相处之后,渐渐懂得作为一个母亲要做什么,腾讯一线,你们的片场是怎么称呼? 她是会按照戏里的身份喊,你还是什么?林鹏,是,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就是按照戏里面的身份是称呼对方。 现在这几天,见到我们也会很亲切,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回到北京,她回到长沙,或者她来到北京,我们去到长沙也经常见面。 我真的是把她当作自己干儿子一样的感觉,却我就是演员,是为了学习紧急不是目的可逐一线。 之前在我就是演员中输给刘欢,外界也有一些争议,你怎么看,林鹏,比赛一定会有输赢。 但我知道我去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较量输赢,而是获取我想要的东西的。 比如获取老师对我的指导,知道我身上有哪些不足,有些我自己没有看到的,我需要别人告诉我,跟林华对戏的时候,她也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跟有实力的演员一起合作,一定有一些能够吸收,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会吸收的地方,这就是我想要获取的。 书赢真的无所谓,腾讯一线,上了节目以后,戏约有变多吗? 林鹏,可能因为这个节目知道我的人多了一些,也有一些戏主动找过来,腾讯一线,你在出道的时候演过不少女一号,但这些年还是会有一点不孕不火。 你心态是怎么的?林鹏,其实前一段时间是挺着急的,会觉得不甘心,就觉得为什么呀,老是火不起来,为什么,以前都会觉得,可能我演的都是男人戏,我的角色不够出彩,一直觉得欠缺一个能,让自己发挥出来的角色。 现在我觉得自己身上确实有很多不足,想要遇到某个角色,也只能说看原本,演员是很被动的,一直是在被选择当中,要看缘分。 现在我的心态比之前要平和很多,只要自己努力做到更好,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住他,让别人看林鹏也是可以的。 腾讯一线,接下来想要怎样提升自己? 林鹏,其实挺想有一段时间,让自己沉寂一下的,上完演员的诞生,这个节目之后发现自己想要提高一下,前两天还想说,要不要去中系,北电进修一个研究生,去学习一下,也打听过。 现在好像已经是开始报名的时间了,好像北电研究生已经是报名的时间了,是二月份开始考试,腾讯一线,接下来还想挑战什么角色。 林鹏,我这个人比较善变,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些玄化的,比如说什么《香蜜沉沉》,《扶摇》,看了那些作品之后,觉得好羡慕他们,可以绊得美美的,飞来飞去,有各种法力还有爱情,觉得也想演一个这样的戏。 但现在就觉得还是想演一个比较有年代感的,像2046花样年华那样的,我比较善变,但能不能遇到还是一回事。